我说李薇薇 哥跟你说啊 喜欢一个人没错 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 你能不能稍微矜持一点 表达的时候 再蹬那么一会儿 行不行啊 蹬不住 宝贝箱子里装的什么呀 你还记得小时候 欧阳总爱来咱家玩吗 当然记得我 小时候他天天嚷着 跑到我们家来玩 非得跟着我屁股后边转 我都懒得带着 记得有一次啊 他在我们家玩 把咱爸最心爱的刺激 给摔碎了 我们俩吓得脸都绿了 你猜怎么着 我找出一五零二胶 把咱爸那刺激 弄是给粘起来了 我以为万事大吉啊 咱爸发现不了 结果老爸那火眼 金睛一回来就发现了 他问谁干的 我挺声而出说是我 话音未落 一巴掌就上来了 五个手指 在你的脸上两天没想起 这事算是我替欧阳扛了吧 你个讲究吧 嗯 讲究 哎呀 我说的不是这事 我说的是他每次来 都赖着不走 吃晚饭的事 可不是吗 从小能吃能喝的 饿死鬼投胎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家王阿姨做的菜 真是好吃 欧阳特别的喜欢吃 我带的这个便当 就是王阿姨亲手做的 王阿姨做的 不是王阿姨都离开咱们家 十多年了 你上哪找到她的 那你先夸我 我夸你什么呀 我特意找到她家 逼着她给我做的 李薇薇我真服你啊 那这里边都做了什么菜啊 嗯 就说欧阳小时候 来咱们家 最爱吃的那些菜了 一样都不辣 我已经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都给她送饭 就不相信了 她的小心脏 还不被我给融化了 嗯 我们家薇薇相中的人 谁能逃逃得了 你斗之身呢 那是 嗯 看什么呢 薇薇 啊 没看什么 走吧 哎 哥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得给欧阳买杯咖啡去 你先上去吧 好 哎 等一下 这个我得亲自拿给她 好 哎 真正 你放开我 你松手 你干吗呀 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 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妈 你干吗要来欧阳的秘书 为什么要做欧阳的秘书 你俩到底现在什么关系 请问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 来问我这些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们好像连家人都不是了 你又想让我以什么样的身份 来回答你呢 对不起 这些话是我说得有点重 我跟欧阳什么关系 很重要吗 很重要 是你要跟我分手的 我现在都已经答应了 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了 你干吗还来问我这些啊 我是来欧市上班也好做欧阳的秘书 好像和你没有一丁点关系 你干吗还要跑去找欧阳人 他离我远一点 你是不是很想出那种 把我招之寄来挥之寄走的感觉 是 我是很爱你 但我不是你的玩具 是你想扔掉就扔掉 想捡回来再捡回来的 这件事我不对 那你能不能为了我 离开欧市 从欧阳那边辞职 是 为什么 你可真够慢 谁真够慢呢 跟薇薇约好了吗 我什么跟薇薇约好了 你别吓我 你怎么来了 不是 你没跟薇薇约好啊 她非得要过来给你送饭吃 还必须由我亲自送过来 你不会真的跟高层女主管在一起了吧 陈哲 我恨死你了 我果然是没脑子缺险眼眼里没铺 神经缺险 我真的是废了 我这段时间我一直试着站在你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我一直在发现 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是哪做错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突然下那么讨厌我 你就因为跟高层女主管跟我分手 不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呢 谁跟高高层女主管在一起了 你在你那儿听说的呀 不是凭你对我的了解我是这种人吗 不好意思陈经理 我现在发现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 我就要来欧市上班 我就要做欧阳的秘书 我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 不劳陈经理您费心 林美 林美 嗯 就这么点路走那么长时间你干嘛去了 你有事啊 你弯性倒挺大呀 喝完我红酒就当没事了是吗 那你想怎么样 你不会是来给欧阳送饭的吧 你想勾搭上欧阳 最起码也得用点心吧 大街上随随便便买的破烂 就想让他买你的账 他吃过你几次大排档 你就真当他的常委跟你一样廉价吗 我跟你说话 你看哪儿呢 别怪我没警告 离欧阳远点 别怪我 忘了告诉你啊 林美娅现在是我秘书 我得赶紧问问她到哪儿 她必须得赶在黎薇薇到之前给我回来 你说林美娅怎么不接电话 看什么呢 薇薇 啊 没看什么 那你去哪儿啊 黎薇薇小姐 这些饭菜都是欧阳她自己亲自挑选的 如果你觉得欧总的常委很廉价 麻烦你自己去跟她说不要扯上我 还有 现在我是欧阳的秘书 这是我的工作时间 抱歉 秘书 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秘书都给她买什么了 一碗破面条啊 行 那我就用这碗破面条敬撒谎不打草稿 你今天怎么这么怂啊 为什么不敢还手啊 是不是被我说中了 再看看这都是什么呀 啊 瞎搅 我让你瞎搅和 还手啊 还手啊 还手 对 我就是不敢还手 我就是勾引欧阳了 我勾引她了 怎么了 我勾引她了 我跟她在一起了 你有意见吗 你这个贱女人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承认我便 你勾引欧阳我便 这个贱女人 小蛋 臭小子 你们臭小子 小子 你们臭小子 李妹妹 李妹妹 你在干什么 哥 你来得正好 这个贱女人承认她勾引欧阳了 还说她和欧阳好上了 闭嘴 走 余阳这儿 哥 你怎么老帮她呀 你忘了她破过红酒了 李妹妹 你闹够了没有 丢人现眼 走